大家好,我今天就來到阿馬拉前地 我想做些什麼呢? 我想去這個附近的加勒比大橋 去拍一個隱世景點 阿馬拉前地有很多條巴士線到達 非常容易找到這個地方 對於遊客來說 這裡其實我都拍攝過很多次 阿馬拉前地有很多賭場 附近就有新蒲驚、舊蒲驚 看到直成前面就是MGM和永利 我身後就是一個中銀 其實我都介紹過 沒有看過我那些片的觀眾 我再介紹多次 這個是中銀的縱行 澳門有個紙幣 以這個中銀來做背景 以後就是阿馬拉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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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阿馬拉前地 還請賺到大橋 阿馬拉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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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越過了阿瑪拉前地停車場 就來到這裡 其實可以用地下通道來這裡 但是比較暖 因為好像搞錯 我就是沿著馬路來到這裡 這個就是加諾比大橋 或者加諾比總督大橋 我走前一點就會去到隱西打卡點 其實都幾危險 因為它條路都幾窄 根本不是行人通道 不過我現在試一下可不可以去到那裡 那我所說這個打卡點就是這裡 就是巴士停放的地方 就是做到那個好像你自己的手那裡 拿著巴士 就好像那些人走去巴黎人那裡 做那個巴黎鐵塔合影 跟巴黎鐵塔合影就是這樣 不過有時候是極之難拍的 因為它有時候那些車不是排在 排得那麼順滯著又怎麼樣 那麼明顯 這樣我現在都很難拍到 還有這個時候 有時候陽光實在太猛 是很難很難才拍攝到這些 這樣的縮影效果 不過現在一看下去 其實那些車又好像無人車一樣 每一天